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待会那事啊 我刚把那单公司拉开 还没瞄准呢 我得要瞄准 没准我的岩柱子得调出来一个 有朋友可能觉得哪有那么歇乎去 我真不骗你嘛 那劲儿太大了 你想我瞎不刻上那口子 胜可见骨 你就知道当时那劲儿有多大了 当时那想要震杂岩上 那至少一岩柱子没了 待会我们那抱怨是个老抱怨 四十多岁 有点惊艳 臨尾不乱 拿那云南白药 把我这穴给植住了 这穴植住以后 我就回家他了 我必须得处这口恶气 我得搭那个子去 我得报仇啊 回家他一看 那个子还在集装箱上戴着 我就找那单公子 我啊 马上架着他 我找那猴鼻劲儿 我店子把那单公子修好了 我好去也设那个子去 结果找了半天 架着他也没后背劲儿 大不说你算了吧 一会儿天就黑了 天一黑拿个手电上去 那不一照就抓着了 我一想也是 再忍忍 等天黑了 我非上去把他给抓着不可 结果好不容易到天黑了 我拿着手电背着个包 然后找了个水手 我们就上家完了 到家完 我说你到底等着我啊 我蹭蹭蹭我就上去了 到上面拿手电一招 还真不错 那鸽子还没飞走 还在那带着呢 我过去啊 啪 一把就给他抓着了 然后塞包里我就下来了 那水手还问我 有脚欢吗 有脚欢你可别弄死啊 那儿可之前 我说别说脚欢 有脚料子都不行 我今天必须得把他弄死他 我必须得出这口气 然后背着包我就去厨房 本来我垫着去厨房 拿把大菜刀 咔嚓一倒 手起倒落 给他脑袋剁下来的 结果呢 我左手攥着这只个子 右手举一倒我就垫着剁 在这那水手说话 他说你别剁啊 你这一剁那鞋不得碰哪儿都是 你这样 你这手握住他的肾子 这手揪他脑袋 你把他脖子蹬出来 我拿刀一拉 咱一放鞋 一省他鞋碰哪儿都是 我想也对 然后我们俩又找了一个大碗 我一手握着这鞋子的肾子 一手揪着他脑袋 我就等着水手帮我拉 结果他举那大菜刀啊 站那儿晕了满天气 最后告我 他不敢 瞎不去手 我一看他管剑时刻掉链子 松了 我这二板无劲上来了 我说你可真行 老大不小那么大岁数呢 宰个个子你都不敢 我说你看我的 看你老兄弟的 我说着啊 左手把这鞋子身子抓住了 右手的种植 湿植 还有大不个 三个手指头 往那鸽子脑袋上一扣 卡住了那鸽子脑袋 双膀一较劲 我卡了 生就 活成生我就把那鸽子脑袋给揪下来 那水手一看我那么省了 那眼都直了 卧槽 兄弟那太狠了 我听他这么说 把那鸽子脑袋往水池子里扔 然后用手指指 我得瞎不渴 哥哥 看这块纱布了吗 知道里头卖样了吗 骨头都露出来了 我这还寒 我这不错了 给他一痛快的 要不是怕铺仔干净了 不好吃 我刚才都垫子给扔过里 活足了 那哥没听我这么说 你审大摩哥 厉害厉害 你这绝对你妈胜口 我说你才胜口 你干净的 给我弄点白酒来 他说你要白酒干嘛 我说这个子鞋 你没看完你这个子鞋 赶紧给我拿点白酒来 我堆里我给喝 那哥没听 哎呦兄弟 你没事吧 你也太盛性了 我这头一次听说还要喝个子鞋的 我说个子鞋怎么的了 那不王母鞋 蛇鞋 那不都能喝吗 那哥们说对 王母鞋 蛇鞋 那能喝 这个子鞋不能喝 有毒 你听说我有谁喝个子鞋吗 我一想 还真没听说我有谁喝个子鞋 我说那也不行 我今天必须把这鞋喝了 我淡其肉 引其鞋 我们俩正在这儿正经了 大厨进来了 那哥们一看大厨进来了 就跟我说 你问问 你问问大哥们 个子鞋是不是不能喝 有毒 那大厨说 个子鞋倒是没有毒 不过也没有人喝 多兴起 喝那干嘛 然后他又看了一眼碗里那鞋 问我 咱们你给宰了 拿倒给拿到剁去了 我说 我拿手给救下来的 大厨一听见了 一咧嘴 哎呀 外汪 早些东西 外汪了 宰个子不能见血 得拿水咽死 咽死以后 开水烫猫 把猫摘干净了 然后再开膛 除内脏 你得尽量把那个子鞋留在肉里 然后整只个子蹲烫 最后连葛仔躺一吃一喝 那才大补了 尤其对你这上口复原 最管用了 你这把鞋都放了 那还补个屁啊 挺好的东西 躁进了 我说 哎呦 那怎么办 大厨说 那还能怎么办 把猫摘干净 吸干净了 愿意煮烫喝就煮烫喝 愿意扎着吃就扎着吃 我说 那这鞋怎么办 大厨说 鞋到了 没有人喝上鞋子鞋的 赶紧倒了吧 我一听 觉得还挺可惜的 早是给它扔过来 火炖了它 然后煮了一条锅开水 把这鞋子烫一遍 把猫都扒干净了 本来我店扎着吃的 大厨说 你别扎着吃 这不是咱吃那肉鞋 这是杏鞋 肉牢 可门就嚼不动 扎完了更嚼不动了 你就炖烫吧 放点酱片 葱段 搁点白胡椒 别的卖不用放啊 多炖会儿 把那肉炖烂了 最后连躺带肉都吃了 对你那上口绝对有好处 我还听见拿一大锅 搁好多水 搁上葱酱 然后把那鸽子扔里头了 盖上盖 开炖 炖了一个多小时 我一看那水啊 下去快一半了 拿块除除那鸽子 还蹦硬的 一看就没烂 我一想再炖会儿吧 又炖了一个多小时 那水都快没了 一除那鸽子 还蹦硬的 再看那烫 连一点油花都没有 不是清凉 甭问 这鸽子啊 绝对都是净瘦 一顶顶点 非肉都没有 我一看都快十二天了 我一想 别炖了 早期我还得值半 四点还得值半 赶紧把它吃了吧 拿个大碗 连鸽呆烫物给倒上来了 先喝两口烫 虽然这葱酱 魏景颜 白胡椒 我都放里了 也没觉得这烫物多么鲜美 就跟那白水里放点卫景颜 差不多 喝了喉烫 我又把那鸽子烙出来了 那阵那鸽子啊 大概也就拳头那么大 我拿个小碟 往里倒点酱油 然后拿那鸽子蘸酱油吃 说实话啊 不好吃 跟咱在饭馆吃那乳鸽啊 不是一东西 那乳鸽是吗 从破壳到楚兰 二十天 二十天就伤住了 你就能吃了 那肉多嫩 我呆这鸽是吗 那还不得活好几天了 那肉啊 又老又硬 你别说我炖了两个多小时 我就是再炖两个多小时 也炖不烂 它那肉就那样 就是又老又硬 不过我也不管那鸽子 本来我吃这鸽子 也不是为了品尝它的味道 我就是为了报仇 我这虾鸽子不能摆破啊 所以说虽然说那鸽子是又老又硬 但是啊 我也把它啃了个干干净净 最后那碗汤 也让我啊 啊 蹲蹲蹲蹲蹲 一口气我就给全去了 连躺带着 全下肚了 我这才觉得啊 哎 出了这口恶气了 这就是我当年 逮鸽子吃鸽子 这么一段警惕 虽然有点学性啊 但那正乎年轻 混 想不着那么动 今天视频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观看